我 怀季 为什么 我本来 我虽然 虽然不想嫁给那个李伟 但是今天 看见这门婚事 能让姐姐设位书宜 姐姐是开心的 我也就跟着有一点高兴 可是张本人 竟然一下身为妃子 压过姐姐 凭什么 娘娘子温柔和婉 从来不与张娘子比的 姐姐不比 我却不敢信 这次谈那个假婆子 和许内人 一起喝了毒茶 对外说什么 内人私有纷争 我才不信跟张娘子 没有关系呢 两个都是她阁里的人 一个 就是她最清醒的 另一个 另一个就是 就是 那布偶 诬陷我祖宗妹妹的 小阮哥出了这样的事 竟不彻查 儿后将张娘子 一下身为妃子 弟弟被她迷糊变了 为什么娘娘也要讨好她 她真的就无法无天了吗 我饿了 公主现在回到席间 还能赶上蟹肉羹啊 我不去 我还在生气呢 好 不过 那就只能去厨房看看 有没有剩下的冷包子了 若是连冷包子都没有的话 那我只能 给公主烤两个芋头吃了 这一曲我演奏许久了 我演奏许久了 确实头一次与人如此心有灵犀 多谢银姑娘 我现在有点事 你还能尽着 弟弟 与您俩 对怪不得了 我也会crever 好 我现在不想理会 不是别的 给我 我现在以为我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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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性 再次 也好 公主可以放心多休息我了 等吃完芋头 我送公主回去 怀琪 你坐在我身边 沉不冷 怀琪 我很累 也很冷 我想靠一靠 我 我要学空喉